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精神科的醫師 楊聰采楊醫師 大家好 非常歡迎 我說楊醫師 越看越年輕 道事長 我覺得跟你笑口殘開有關係 氣色也很好 謝謝 另外我們邀請到的是 失智症協會的秘書長陳雲敬 小小姐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歡迎 另外是這個 痴傷心理師林翠芬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營養師劉怡黎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我們邀請到的是 失智症患者的家屬 劉若涵小姐 小韓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還有失智照顧中心的 護理師戴文婷 文婷你好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非常歡迎六位 看這個陣容就知道 我們今天要談失智症 那這個主題是失智症 年輕化了嗎 這個說現在 大家以為是失智症會是長輩 才會得到 不過全世界好像失智 也有年輕化的趨勢 失智 甚至於說有人三十幾歲 就得到失智症了 那我先這個請教一下 楊醫師 實情是這樣嗎 是的 我先各位分享一下 先講臺灣好了 臺灣呢 其實我們男性是平均年齡是八十歲 女生是大六歲 八十六歲 那我們現在的失智呢 其實年齡是越長就越危險 比如說人家八九十歲以上 可能兩三個裡面 就有一個失智症 那現在以照全世界來講 每三秒鐘就有一個失智症 那我們等一下可能會談 年輕型的失智症 大家不要認為說失智症是老年的權利 不對 我現在手上你抓了最年輕的 全世界最年輕的失智症 是十七歲開始有症狀 十九歲 十七歲 他不是智能偏低喔 他就是真的失智 他的腦 因為失智症典型的幾個特徵嘛 你說核磁共振 或是電腦斷層 你的腦都會萎縮的 不同部位的萎縮 第二個 因為腦就像一個電腦一樣 有硬體 有軟體 硬體不對的 軟體去做 不是記憶力不好 計算能力也不對 定位感也不對 人事實地物都不對 時間 地點 人物都不對 對 有的人還嚴重的話 會出現一些行為精神問題 譬如說幻覺 妄想 瞻望 這是一個我們今天 講這個課題真的很重要 大家都要提高警覺 尤其現在我們手上都陸續 等一下我還可以講到一個四十歲 很悲慘的女性的故事 千萬不要以為你不會得 因為失智症 以我做例子好了 我的外婆是失智症 你的外婆 大舅是失智症 那我媽媽到去世的時候 她也有一點那種狀況 所以我就是失智症的高危險群 因為失智症會遺傳的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會遺傳 所以我我本身是一個基督徒 我一直很期待說 我離開人世 跟上帝喝咖啡以前 我不要得失智症 為什麼 失智症 我很痛苦 家人很辛苦 對 我痛苦是因為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越來越知道 越不曉得 像有一部電影 你知道我懷念我的日子那個 你那個教授多可憐 第二個呢 家人很痛苦 你不知道怎麼照顧 然後萬一照顧的 那個有精神異常 沒事 有人進來就說 他虐待我 他打我 他不給我吃飯 他偷我錢 你很慘 最後收到安養中心 拜託 一個月好幾萬 楊醫師你是幾年次的 一九六三 今年快要邁入六十一 所以你說遺傳嘛 那你說要提高警覺 那你有提高什麼警覺 我至少四個字 要能睡 要能吃 要能動 要還有 達哥你剛剛講的 能笑 能什麼 能笑 笑 賣笑也要笑 賣笑也要笑 四個 那平常都懂得紓壓 要能夠懂得去說說話 唱唱歌 做運動 還有護視呼吸 還有寫日記 寫心情日記 感恩日記 快樂日記 想不到快樂是助人為快樂之本 楊醫師 你說簡單 能睡 能吃 能動 哪是你能說要這樣 就能這樣 我舉個最簡單例子 我常說睡眠是健康的第一根柱子 睡眠有養顏美容減肥 增肢的效果 睡眠像我在晚上的時候 跟我太太十點四十五分 一起禱告 十一點準時上床關腦袋 然後開始莫屬一個簡單的數字 開始練習護士護膝 我訓練自己三十分鐘內入睡 三十分鐘入睡 都不用安眠藥 我晚上十一點到早上六點 就是標準 因為要六到八小時 然後睡前四小時 我趕快去排尿 我不要半夜起來尿尿 再睡睡不著 有些年紀大的人 你要知道半夜起來尿尿 摔倒了大骨 冰骨骨折 很可怕的 然後我白天多喝水 體重乘以三十CC 反正該遵守了 我遵守了 我就去窮盡 窮慌之力 希望我在上 再去喝咖啡前 我就就是這樣子開開心心的 你禱告的時候 都禱告什麼 太太不要再來叫我繳會錢嗎 禱告就是我剛剛講 正向心理學裡面講到 感恩跟快樂 會增加血清素的生命 血清素會讓你睡得好 不焦慮 不憂鬱 腸胃道功能等等會改善 所以我每天要感恩 我不是說嗎 助人為快樂之本 比如說我就有當志工 我有當去認養家庭 我每天感恩 今天誰煮的飯很好吃 你不要認為說 這都理所當然 你懂得感恩 第一個 你不會孤單 你有人員他會幫你 不然你幹嘛感恩 對不對 然後你想不到快樂是助人為快樂 志工就是可以 那你今天來節目快樂嗎 當然開心 看到這麼多人 等一下大家七嘴八十 我很開心 感恩 那你還拿手嗎 會 那我等一下就捐出來 OK 那我們現在到底台灣 有多少人失智 台灣 我跟你講 其實那數字會翻倍 譬如說我們二零四零年 二零二四年 我們差不多三十多萬 快四十萬 你再翻幾個一下子 現在有三十幾萬 對啊 會快到七十萬 然後 什麼時候七十萬 差不多在二十多年會七十萬 但是年輕型的失智症提醒你 一百個失智症裡面有五百分之五 是年輕型的失智症 但是有越來越年輕 為什麼 我們作息不規律 所以不好 是 第二個呢 飲食 現在太高熱量的飲食很多 你小心代謝症候群上升 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我們臺灣的胖子也很多 有沒有 我剛剛今天來 我來聽一個節目 都在講胖子 我們臺灣很客氣 叫BMI二十七以上就好 BMI就是體動公斤除以身高 公尺除以平方 其他日本 對岸都是二十五 做標準 我們認清 我們很寬鬆 那你不要跑去日本 你去美國看 我們現在多安慰 OK 好 這個剛剛楊醫師 有講到就是能睡能吃 能動能笑 要感恩跟快樂 那我想請教以理就是說 如果不要想要 不想得到失智的話 在吃有沒有什麼要特別注意 其實目前在飲食習慣裡面 我們當然會建議六大類的飲食均衡之外 我們還是會強調 在預防失智症的部分 其實還是有一個所謂的地中海飲食 對 那地中海飲食他其實你看他的那個圖表的這個 他就是一個金字塔 那他有幾個原則 其實是可以很簡單的 第一個就是越下面的 越健康 越安全 越上面的就是吃的要越少 因為他可能對你的這個 可能危害是越高的 那當然在失智症患者裡面 有一款是所謂的血管性失智 那就跟剛剛楊醫師提到的 所謂的可能你中風 或者是說血脂太高 之後所謂所謂產生的失智 那這一群人特別需要 就是地中海飲食 那他這個 你看他這裡有跟你說 就是說你要吃的東西裡面 像顴骨類 我們一直創造 顴骨類的東西要吃多一點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每餐要吃的 比如說像他用的是橄欖油 他不是用植物 不是用動物性的油脂 他是用地中海 對 地中海飲食 用此為的植物性的油脂 我們臺灣 其實我們臺灣的苦茶油 也是不錯 苦茶油 對 還有人用麻油嘛 對不對 那都是堅果油 其實也是很好 麻油也不錯 對對對 然後另外還有告訴你 就是說你的生活型態要改變 這個都是可以天天吃的 比如說像我們提到的堅果 辛香料 那在地中海飲食裡面 因為他比較偏向於是其他國家 他們地中海國家的這個 的用的辛香料 比較像是迷迭香 茴香 這些 那臺灣其實我們臺灣的營養師 鼓勵可以替換 我們臺灣最好吃的就是大蒜嘛 對不對 我們的臺灣的大蒜 非常的分析結果下來 我們臺灣大蒜的硫化數很高 他可以提高抗氧化的程度這樣子 所以像臺灣的大蒜 洋蔥 其實你可以替換 你不一定要去找什麼香草 茴香這種來吃 因為這個可能比較 對一般來講 可能比較找不到 臺灣的蒜頭 對三最多 都哪一個縣知道嗎 猜一下 屏東 那個是雲林 雲林縣 但是很奇怪 我們嘉義又有一個蒜頭香 好 雲林產生 生產的蒜頭很好 對 而且是小顆然後很辣 那代表他的硫化素很高 跟你一樣 小顆他很辣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這個今天 我們非常難得邀請到失智症患者的家屬 劉若涵小姐來上我們的節目 這個他真的是辛苦了 因為他把正式的工作辭掉 那主要是照顧爸爸跟媽媽 因為兩位都得到失智 說實在 現在是幽孝而已 這實在是很大 照顧兩個失智的 或是大實在很辛苦 這個先請教一下小涵 這個是家裡先 誰先得到失智 我爸爸 爸爸 幾歲的時候 八十八歲 八十八 他是八經生失症 然後有退化性關節炎 對 對 然後我那時候有慢慢的 他會有一些症狀出來 哪一些症狀 哪一些症狀 他會認錯人 他會一直 因為他會去復健診所 復健的時候 他會把那些病友當成是他的老鄉 但是老鄉已經不在了 對 他就會錯認這樣子 然後他會跟他 跟他 跟他講話 但是那個 他聽不懂我爸爸在講什麼 因為我爸爸相音很重 你帶他去是不是 不是 我們那時候有請一個外勞 因為那時候因為他是八經生 然後我們還有那個 他有退化性關節炎 然後就是腳已經記憶無力了 要做輪移 所以我們有申請 就是兄姐有就是計畫說 申請一個外勞 照顧他 那時候 爸爸是哪一省 福州 長樂 福州 福州話 對 他講福州話 福州話在臺灣人 在臺灣很難聽得懂 對 因為他相音真的很重 因為我自己也聽不太懂 你也聽不懂 有時候會聽得他不是很理想 可是他這樣發病算晚 對不對 對 八十八嘛 對 OK 所以你們起先是發現說 他會認錯人 對 才慢慢覺得他有失智症 對 是 OK 那然後呢 然後就慢慢他已經退化到失能 他只能臥床 對 然後臥床之後就變成 那時候剛好已經差不多五年了 那個外勞的任職 已經要到期要回去了 然後剛好遇到疫情 對 然後遇到疫情 我的 我的旅遊業就沒辦法做了 我就剛好就是轉職 我轉職 轉職 我就去 就是趁爸爸 那時候有臨時看護 可以顧的時候 我趕快去做那個照顧服務員的課程 去學習 對 因為我要做銜接 OK 所以因為疫情 然後你的工作 做旅遊也比較 生意比較不好 是 然後這個剛好外勞也回去了 對 那你就去受訓 對 那那個受訓要多久 受訓 受訓 差不多一個月而已 一個月 對 要受什麼樣的訓練 就照顧 照顧按家的一些技巧 還有一些 一些那個知識 護理知識這樣子 對 是 那這個爸爸得到失智症 那是初期嗎 對 後來有到很嚴重嗎 沒有 後來是 他是失能比較 比較嚴重 到最後需要裝鼻胃管 然後要抽痰 這些都是他在住院 那個醫學中心的時候 有護理師教我 後來他教我怎麼抽痰 對 所以我就能銜接上就對了 那這個後來媽媽也得到失智症 媽媽其實那時候沒有看出他有失智 因為那時候我在照顧爸爸的時候 他都會來幫助 來幫我問 所以都會進來說 有沒有需要他幫忙的 譬如說要翻身 要擺胃什麼 他都會來協助我 因為爸爸體重蠻重的 爸爸多幾公斤 他是 他一百七十四公分 然後差不多七十二公斤 很重 那時候我沒有 就是 我們需要兩個人的力量 才有辦法來把他抱下來 對 對 因為他完全沒辦法站立 我們都是要用 就是用輔具來輔助 這樣子 然後都需要媽媽來協助一下 對 因為爸爸很僵硬 他慢慢的會變成肌肉僵硬 對 那再請教你 你去學 那一個月在哪裡學 我們是透過那個第六合作社 我是先去那個就業處登記 就業處登記課程 然後課程幫 就業處 所以我們縣市政府有一個就業處 對 就會處那邊 他會幫我找那個 就是照顧服務員的課程 什麼時候開課 對 我就去幫那個 要錢嗎 因為我是 就是算失業 那我是失業 然後所以他說有補助 補助學費 鄭大哥 我跟你說一下 現在這需求很大 就是簡單講 就一九六六長照有沒有 你願意投進來 像他真的很佩服 這個照顧這種人不會加分 會扣分 沒有成就感 你照顧小孩子 看他長大了 照顧失證 你只看他一直在退步 他行動部方面 腿是人的第二次 就越來 就像他講越來越不好 那現在大家都歡迎你來訓練 因為你這樣有基本概念 現在我們台灣不可能弄一堆機構 說讓你全都養在那邊 大家也沒那個錢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像 等一下一定要有人就是白天去日照 晚上回來家裡顧 那你家裡要有基本概念 就像剛剛講 知識要有 技巧要有 譬如說你搬他 你又硬搬 你不按不按摩動 你還自己運動 說得髒 所以這很多技巧 你去那邊這個一個月 他補助學費是不是 對 補助 全額補助 全額補助 所以 因為我 我就剛好就是一年 滿一年 他說一個月 一個月 只要一個月沒有勞保 沒有勞保就可以申請 一個月沒有勞保就可以申請 去那邊受訓然後免費 全額政府補助 但是要看那個單位 如果那個單位是有 有生 就是可以讓你免 就是全額補助 才有這樣子 所以要看單位 有些沒有了 有些沒有 對 有些沒有 那你怎麼知道說要去就業處 受社訓 因為我是看那個 就是我們有同行 就是旅遊業同行 他們也有先 先 先找一步先去受訓 然後才告訴我們這些訊息 對 那你覺得那一個月的訓練 對你幫助到嗎 有 就是有一些理論上的 會知道說生命真相 怎麼怎麼做的 然後還有一些繃帶怎麼包 然後怎麼急救 那個急救法 那些都都可以學到 那爸爸失智以後 多久他才走了 多久 他九十三歲離開 差不多五 五年 對 五年你也辛苦了 對 他臥床五年 所以疫情到現在也差不多五年 對 可是這中間 因為我們後來我就去報考 那個照顧服務員 然後我就那時候找到一個外勞 那個名稱叫照顧服務員 對 照顧服務員 對 我就那時候有申請一個外勞 然後申請一個外勞之後 我才有辦法再去找工作 那我當然是去找那個日間照顧 因為我為什麼要日間照顧 是因為我可以顧到家庭 因為我有一個小孩 然後還有爸爸媽媽要看著 不能全部都丟給外勞 對 所以說家屬也是要 要做一些 因為爸爸那時候三天兩頭就住院 對 什麼感染 蜂窩炎 一些的 肺炎 對 所以老師一直住院的時候 不能把外勞就在醫院 然後全部讓爸爸顧 這個小孩是單親家庭 對 然後有一個小孩 所以你就是白天去照顧爸爸媽媽 然後晚上回去照顧你的女兒 陪伴你的女兒 應該這樣講 兒子 對 應該是這樣講 對 但是現在都多照顧一個媽媽 對 OK 所以當時有同時照顧到爸爸跟媽媽嗎 有 有啊 對 你一個人怎麼有辦法 但是那時候我媽媽還沒有失智到很嚴重 他那時候還在工作 他那時候七十八歲那時候還在 就是有在外面 在上班賺錢 七十八歲還在這樣有沒有違反勞肌法 現在在鼓勵賞世代 現在你看專題節目 巴不得 現在年輕人不要工作 我們年紀大的人沒工作 又慌 又不知道幹嘛 所以現在很鼓勵中高年就業了 要給獎金的 他是有點像兼差的 兼差的樣子 對 媽媽在 那你們怎麼發現 媽媽有失智症 他就 我會發現說 他會就是東西找不到 一天到晚找車票 因為他是坐公車去 大掃 在中和 然後呢 就在中和 對 我們家住萬華 萬華 對 然後萬華到中和需要坐公車 對 他自己會搭公車 但是他每天就是 你媽媽好勇敢 七十八歲自己坐公車去上班 對 等一下我們繼續說好不好 讓我進個廣告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小韓這個媽媽七十八歲 在工作 那當然他是做那種兼差的 對 他兼差 是 那你說他常常會掉東西 對 掉什麼 車票還有錢 但是他不是真的掉 他是藏起來 把錢藏起來 對 藏起來 車票藏起來 對 會藏起來 然後每次都要等到他自動 自己找到才會知道他放在哪裡 但是絕對不會固定一個地方 對 所以他就剛開始就會藏錢 對 然後就慢慢又發現 他為什麼 他會不會怪你們偷走 對 他就是怪我二姐說會偷他的錢 然後那個對象常常會變化 一下是怪 就是二姐 一下是怪我 反正就是會有一些變化期就對了 但是就是從這小地方發現 怎麼會有這些怪行為 然後也會幻想 會妄想 妄想說二姐對他都不禮貌 都沒給他家用 然後最後呢 我們 我就覺得蠻怪的 我就帶去醫學中心做檢查 醫學中心就幫他檢查 電腦斷層 最後就確診說是 一下就發現說是中度確診 已經中度失智 對 就已經是中度 對 所以就是我們絕對說 他的功能很好 會打掃會賺錢 怎麼一檢查出來就變中度 對 我們會有點覺得很錯 對 那他們怪你們偷錢 你們家會有紛爭嗎 我們 我們也不能跟他正面的說 太的 就是解釋太那個 因為他會自己胡思亂想說 那你意思是說我說謊了 他就會 他就會更激 就是情緒就會上來 對 他就會覺得說 我又不是會亂講話 會講謊話的 對 他又可以這樣反駁 那你得 你得否認 我沒有偷你的錢 對 然後我們都會說 我們就直接用婉轉的 就是說這個錢 可能是你放在哪一個地方 你忘記 我們再找找 然後我們就幫著他一起找 然後甚至出動大姐 二姐回來再一起幫他找錢 對 就讓他覺得說我們是有在幫他處理這件事情 結果他錢都藏哪裡 就是藏在哪裡 就是衣櫃 有時候都靠我兒子找到 因為他也是找不出來 對 靠你兒子找到 對 我兒子就是那時候 他小時候 比較機靈 對 他比較機靈 他小時候 還跟他同 同睡在一起 然後他就會幫他 幫忙找到這樣子 大部分是放衣櫃 是嗎 對 衣櫃 衣櫃哪裡 衣櫃 就是衣服給他蓋住 就這樣 這樣就好找啊 不是很好找 因為他有時候是放在最裡面 對 有時候最裡面的時候 他又拿那個東西藏住 壓住 鄧大哥 你太太藏私房錢 你好找嗎 他不會讓你找得到的 太太沒有藏過私房錢 他的意思就是說 上次你上次藏的時候 太太好找嗎 我都直接拿卡片給她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人退化了以後 我們理直 理性大腦退化以後 我們的本性會出來 那我聽起來媽媽說一遍年輕的時候苦嘛 然後他有時候要多少錢 多少錢 他就本我就出來了 弗洛伊德不是講本我嗎 我趨吉避凶嘛 這時候我有錢 我要放個地方 安全一點 他心裡這樣 叫做安全一點 對 可是放好以後沒多久 因為他的腦功能不好 錢在哪邊 那我們大腦一定要想一個辦法來解決說 我為什麼錢不見 不見啊 我真的不見啊 不見就是你偷的 不見就是你藏的 去變這樣子 惡性循環 我們很多的妄想就是這樣子出來的 我希望娃娃娃的同事就很辛苦 因為他也孤兒 爸爸已經失智了 然後每天在跟他說 我的存責你把我偷去哪裡 我的印章你把我偷去哪裡 我的錢你把我偷去哪裡 每天都在怪兒子 兒子實在是很辛苦 又得上班 又得應付這個爸爸 所以你們家其實也碰到這樣的狀況 是 那你知道媽媽為什麼要藏錢嗎 這是一個病症 因為他不只藏錢 他連遙控器也會藏起來 藏遙控器 對 然後你問他為什麼 眼鏡也會藏 然後手錶也會藏 反正只要可以藏 他就拿來藏就對了 對 我們不太不知道 他的想法是什麼 就對了 眼鏡藏哪裡 眼鏡 眼鏡他會藏在那個枕頭下面 然後他自己都找不到 就對了 藏遙控器跟眼鏡要幹嘛 這樣子說好了 就變成說不安全感 我們第一個 我們兩件事 我先講女的比較常見 就是他講的就藏起來 因為不安全感 然後我先塞進了 你找不到 我有 但是因為你接著 你沒有注意到你記憶力不好 因為你年紀不退 他沒有病逝感 所以他接著就開始就變 他就一種沒有安全感的基本動作 這個都是本本我 像男生就不一樣 男性是在你有沒有聽過 有很多媳婦的 外勞的就申訴性騷擾 因為那你替你生幸福 他替你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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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男主人摸人家一下 男性個案 他很本我 那我們不是看過那個榮家嗎 本我的意思是什麼 很慾望的我 有原始的我 趨急避凶 肚子餓了要吃 睡了要累 對 很原始的我 餓了就要吃 可樂就要喝 食色性也 男生 男生即使到八十歲 還是愛十八歲的妹 這就是實話 然後他就看到外勞在給他洗澡 摸一下 摸一下 所以他不是要騷擾他 那很本我的 那個就本我 本我的慾望就出來了 你用講還講不聽 我們常常碰到這種欺負的 因為大部分照顧著女生居多 我很現實講 像你剛剛講那個同事還很難的 還很難的 這個女性居多 那欺負啦 那是不是 那太太洗澡他會去摸一下嗎 不會 那為什麼太太不用他就不會 我就跟你說八十歲會喜歡十八歲的妹 然後他家屬就很困擾來說 我們要照顧他 他要摸我們左閃右躲的 又不能去告他性騷了 外勞欺的要走囉 欺的跟戶主走 那我們只好想辦法用一些藥 因為講不聽啦 小孩 你有沒有說 老歡 老歡 老小 老小 你這時候要加一些藥 兩個目的 第一個 降低他那個性慾 我們真的有些藥 都是可以降低性慾的 第二個 讓他不要那麼衝動 他那常常是肚子 肚子會衝動的行為 男女有別 有別 真的有別 這邊有沒有補充 我遇過的比較是比較年輕的 獅子的狀況 他們的確會像剛剛那個若涵講的 楊醫師跟若涵說的 他在個性跟情緒會改變 就譬如說他有時候講話 開始就會不顧慮別人的感受 可能他本來不是這樣 是很有禮貌的 然後後來就可能會做一些 比較沒有禮貌的行為 比方說 就譬如說在大庭廣眾下 他可能會突然講說 你幹嘛拿我的東西之類的 然後就突然讓人家嚇到 然後很兇那樣子 然後或者是說 因為他語言功能變比較不好 我遇過有些他講不出來 譬如說他現在想喝水 他說給我那個 給我那個 或是他想吃一個東西 他也講不出來 他就說 我要吃 我要吃 那說要吃什麼 他就說他講不出來 可是我們 東西忘掉了 就是他語言表達功能 開始變不好的時候 可是你不知道 他原來是表達不出來 你會覺得 那你幹嘛不講清楚一點 其實他是講不清楚 是 然後有時候他做 就像剛剛若涵說 他可能會藏東西 我遇過有一種狀況 就是他以前真的曾經存一筆錢 在家人那裡 譬如說他存二十萬 說我先存在你那裡 可是之後他就說 你要還我兩百萬 而其實我沒有兩百萬 你沒有存兩百萬 他說有 我有存兩百萬 這種就是家人都會覺得很灰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的確他們有好常都是 找不到東西 拿不到東西 甚至於我發現 他們大腦功能失常的時候 他常常會拿不到東西 就是東西就在眼前 譬如說就在這 可是他看不到 他找不到 所以就在這 可是他又看不到找不到 所以真的家人之間的衝突會很大 那個如果沒有去做那個檢測 你就會覺得他怎麼這個人 現在變這麼難相處 然後一直在找別人的麻煩 因為他真的很像若涵說的 他找不到東西 然後他就會一直來找你說 你是不是拿走他的東西了 好 我打個岔 失智症有很多種 你不要千萬不要自己下診斷 你一定要找專家 最常見就是阿茲海默症 第二個叫血管型失智症 他們這些叫額涅葉失智症 額涅是理性大腦 你退化了 你就當然就很很慌了 很慧 還有陸液視體 陸液視體會有容易幻覺的 還有巴金針失症 他剛剛講的 你身體的一些代謝不全 你也會失智症 所以拜託 你如果當你發現自己 或是你的家人 記憶歡歡 然後就像辨識不能的 他講嚴重的時候 就是語言講不出來 有苦難言 趕快找醫療專業 不是神經科就是精神科 幫你查清楚 沒事最好 頂多腦霧 但是有事趕快處理 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好 楊醫師講的說 女生其實是不安全感 所以他會長 對不對 然後這個 他也會有無端的情緒 那男生是有個本我 就是可能會 他也真的不是慾望的我 真正的本能慾望 才會這樣騷擾別人 那等一下我們也來請教其他來賓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雲敬是 失智症協會的秘書長 是 你這麼年輕就當秘書長 我在協會做社工作的事務 要做社工作的事務 不簡單 那事實上協會是 主要是做什麼工作 我們的話其實有直接服務 像剛剛有提到 可能有像日間照顧 這樣的形勢 那我們也有說白天幫助 他們可以來做一些活動 認知促進 那像今天提到年輕型 他們其實很多人是在體能上面 還是需要維持 要不然那麼年輕 就倒下去 就臥床的話 家人的壓力更大 對 所以其實我們有做很多 這樣子的活動的促進之外呢 其實在年輕型這塊還有一個 他們很辛苦的地方 是很多人都還想要工作 對 但是食物上面來講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 很多人是被迫離職 這我覺得很艱難 是說會影響到求生意志 說真的 因為其實他就是整個 原本的重心就喪失 所以他就覺得我還可以工作 我要賺錢 我家庭責任 然後但是他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要很鼓勵 他走出來 這步很困難 對 那家人就是要馬上銜接 承接這個照顧家庭的責任 如果他有配偶的話 有這樣的案例嗎 很多 很多 對 舉例說 我們其實有遇過說四十幾歲 那他還在工作 那他們家只有他一個人賺錢 對 結果 男生 女生 男生 那小孩子兩個都在幼稚園 國小 對 對 那但是後來他就失智 沒有辦法工作的時候 這個家庭就馬上就是第一遇到經濟的問題 對 對 那他的太太就要趕快可以要能夠 要怎麼銜接 對 要銜接 有幸運的例子 但老實說也有 這個家庭可能就有關係 就破碎 因為說實在的 結婚五年他失智症 跟結婚五十年 他失智症 配偶能夠去承擔 跟願意就是持續在這家庭裡面的 這個意願有可能會有差異 對 我覺得很多 我們是有遇到幸運的例子 那他的配偶願意承擔 那就是馬上不認知要照顧小孩 然後還有要去工作 對 那但先生的照顧 這五年他的失智症 就是比較 要收完 整個要承擔 就要承擔他 牠被抓去 對 所以其實有比較 如果他活五十年的婚 就是有比較 就是辛苦的例子 是有些人是爸爸媽媽 年脈的爸爸媽媽回過頭來擔任他的照顧者 監護人 對 我們想白髮人送黑髮人 這時候是白髮人顧黑髮人 其實就是這樣就知道 一定會面臨到體能上面 還有就是心情上面 這個調適上面 其實是很辛苦 對 然後小朋友其實他也要去懂得說 我的家人 我的家庭 為什麼出現這樣子的一個改變 他們會不明白 對 所以我們協會就還有幫助他們 就在星期六的時候 我們成立一個咖啡店 平常他們來上課 然後星期六的時候 做一個咖啡廳 為的是他們是店員 是店長 讓他們有任務感 然後有自信心 然後當然有微博的獎勵心 讓他們還是可以有這種工作的感受 然後同時維持社會互動的連結 因為有些人他願意 他其實還是很社會化 很想要跟別人互動 那他其實在做這個服務的時候 他可以維持這一塊 對 然後有些人是可以做 這些標準化的部分 他可以在內場裡面去維持 你剛剛講四十幾歲 那個男生得失智症 那做什麼工作可以說 他以前是那個中菜師傅 是個廚師 對 對 對 哇 那全家就靠他 對 那他太太後來 就是有做一些比較彈性的 像是網拍 就是 就是 就是可以去幫忙 就是貼補家機 又時間上面比較彈性 他這個廚師四十幾歲的失智 失智嚴重嗎 他那個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比較嚴重 因為他是感染性 他有腦炎 對 然後所以他後來 其實一陣子是滿混沌的 對 那那個時候 其實就是需要蠻多的一些賦能 然後跟陪伴 慢慢拉起來 其實我覺得他很 很好的是說 家人其實都很鼓勵的 就是讓他可以出來參加活動 那剛剛講說有成功的 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慢慢慢慢的 其實他現在的狀況 我覺得是蠻好的 就是蠻穩定的 就是說他還可以去協助一些 比他年紀大的失智者 那你看過最年輕的失智患者是幾歲 我自己接觸 今年是二十七 二十七歲 是是是 那個是遺傳嗎 年輕型的 成因很多 那有遺傳 但是也是有中風 因為現在慢性病都年輕化 那再來另外是車禍 腦傷 那其實遇到不少車禍腦傷 所以交通意外的部分 真的是要特別注意 對 所以因為這樣子之後 或是中風有時候 一開始並沒有覺得然後復健好像都ok 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太大的事情 過了一年 過了兩年之後 他狀況就開始出現 對 我覺得年輕型的 這個我要分享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上個月 他現在進行室 一個女生 他是烹飪老師 然後他就是每週的話 他都會就是他生意還蠻好的 就是他跟他學烹飪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他 我說他現在進行室 因為他在這個這半年裡面 他有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他有舉例給我聽 他因為他平常除了當任職人老師之外 他有在投資股票 然後投資股票通常會從手機網路下單 對不對 然後他最近這幾個月裡面 他常常接到銀行的行員 跟他講說你的錢不夠了 你買股票你要趕快把他匯進去 然後他第一個反應是說 他那時候就是他跟他跟我們講的時候 他說我沒有下單 正常 他說我沒有做這件事情 對 然後銀行說可是你真的有買這個股票 所以我覺得他們第一個反應是說 我沒有做這件事情 然後 不然如果跌停 我們就是不承認 如果漲停就一定要承認 正常人 如果是忘記是說 我忘記我的錢不夠了 所以我趕快補進去 他會記得他有下單對不對 可是他是說我沒有做這件事 他就失口否認 然後那時候他的女兒 他其實他已經四十五歲 他女兒才國中 他就跟媽媽說 媽媽我覺得你好像有做這件事情 有下單這件事情 這是其中一個 他覺得就是開始慢慢發現 他自己怪怪的 第二件事情的時候是 他常常跟他老公講的話 他也忘記 他說有一次 他跟他老公約在地下室一樓 要請他 他就先下去地下室一樓 他跟老公說 你大概十分鐘之後 你再下來地下室跟我碰面 結果他老公就下來跟他碰面的時候 他說你幹嘛來啊 他就會忽然敢說你幹嘛來 他老公說你叫我下來的 可是他會說我沒有叫你下來 就呈現一個很詭異 然後他說剛開始的時候 不是 我跟你講 家人沒有想到他是失智症 因為他很年輕嘛 幾歲 四十五歲而已 四十五 然後大家會覺得他刷到 刷到 卡到陰了 真的很多人會覺得說 剛開始家屬發現說 爸爸媽媽媽不對 或者是說那種 會覺得你是不是有卡到什麼 然後他老公就說 你就是刷到 怎麼每次你跟我講話 我有在做的時候 你就跟我說你沒有 不用這樣做這樣子 對 後來他就覺得不對了 所以半年之後 他就覺得應該要去做檢查 還好要去做這個檢查 醫生跟他講說 你是輕度的失智 所以他開始現在慢慢的在規劃 對不對 就是說他以前他是澎河老師 那他的 因為他是跟有一群人合作 那這些出資者 還是有跟他講說 沒關係 你還是繼續擔任澎河老師 你還是繼續做 因為你有在出來工作的時候 你才會動腦 你才不會就不會退化這樣子 所以很多失智症在初期的時候 其實大家很多家庭會覺得說 你是耍到 卡到陰 真的 真的很多我們臨床上碰到是這樣子 那小韓你說有一次媽媽這個從中和走到萬華 為什麼 因為他當天出門的時候 車票找不到 我們一直找很久 就找不到 所以我就給他二十塊銅板 我想說他就去成十塊 那回成就十塊 結果沒想到他就一上車 就投了十塊 下車又投了十塊 那回成就沒有錢了 然後就走 就去工作完之後 他也忘記身上沒有錢了 然後他就只好走路回來 然後走路回來之後 他就會有點情緒 他就開始就是覺得說 我都沒有給他錢 害他這樣走那麼遠的路回來 然後車票也弄不見了 然後他會覺得 他自己很悲慘這樣子 然後情緒就上來了 那情緒上來之後 他就開始摔摇遙控器 然後就是踢椅子這樣子 然後就會講一些情緒 你們家應該很少看電視吧 因為遙控器又要被床 藏起來又被摔 對 我們可以用手控 用啊 對 然後然後最後媽媽呢 就情緒上來之後 就說吵著說要離家出走 對 因為他覺得這個家待不下去了 那你出門的時候不能多給他幾個銅板嗎 有給他錢 問題是他自己不會想到說 那個錢包要拿出來用 他身上還有紙槽 這樣喔 對 等待會兒 你這個就是一個笑話 出門的時候自己的把那個筆放好 寫好地址 人家問問題是他出門 他就忘記筆在哪邊 紙在哪邊 那個不會用了 就好像你要我叫我做這個 我連這個動作都不會了 因為他身上有錢耶 嚴重會不會算錢 嚴重別人是不會算錢 他就不會做這些 那他情緒上來 你們怎麼安撫他 安撫他 我們我們就先遠離 就是離開現場 離開現場 讓他情緒穩定下來 然後他就會忘記剛才的事情 就會忘記 因為他失智 對 那摔 每次都摔遙控器 遙控器應該壞掉了吧 對 也買不到 因為那是舊產的 那就因為吵著 我就吵著 我就打電話給我哥哥 我哥哥就馬上回來 就說拿著遙控器 要趕快去買 因為媽媽喜歡看電視 對 對 所以為了遙控器趕快跑去買 但是也沒有買到 沒有買到呢 然後我媽媽就告訴我 就跟我哥哥講說這個情況 他覺得他來這邊過過這個日子 很沒有意思 都是他沒有錢 然後害他走路回來什麼的 就講著自己 很可憐 對 然後被你虐待 是 然後我哥哥就會覺得 很不理解我的我的我的作法 說我怎麼 我怎麼會這樣子照顧媽媽 沒有同理心 然後他就有點責怪 然後就我 我會很難受 因為 因為第一照顧者 主要照顧的是我 那我要承受媽媽的負面情緒 對 對 然後我要接受你的指責 我就會講一些情緒的語言 說不然你回來 你搬回來住照顧媽媽 對 我跟我兒子搬出去好了 然後最後 最後 因為後來 後續又有一個衝突 就是有一次哥哥就拿錢回來 好 後續的衝突 等一下我們繼續說 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謝 好 那小孩你說跟哥哥 還有後續的衝突是怎麼樣 後續的衝突 就是有一次哥哥 那時候我剛好外出不在 然後請哥哥來先幫我看一下媽媽 因為怕他走出去會不知道路什麼的 然後他就 那天哥哥趁我 就是因為他要急著回去 那趁我回來的路上 哥哥就把那個家用交給媽媽 然後媽媽就馬上把錢藏起來了 因為他想說要收好 然後等我回來要交給我 最後我跟他要的時候 因為哥哥已經回家了 然後我就跟我媽媽要 我媽媽說他沒有拿錢 然後我就說 可是哥哥說 他一定把姐姐的錢交給你手上 你要再交給我 這個有做用途的 然後最後我媽媽就說 我如果拿了錢 我騙你的話 我出去被車撞死 他就會講這種很激烈的話 我聽了 我會覺得很難受 因為不是離家出走 就是被車撞 這些那種負面的語言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說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說不然我們一起來找 我就一起跟他去找 就還是 只有等著他 他自己後來慢慢有 還是有找到 找到之後他給我了 他也忘記要講那些情緒語言 然後我就說 這個錢我要趕快拿去 拿去郵局存起來 對 不然我們那個家用不夠用 我懂了啦 他說了什麼 馬上就忘記了 記痛苦的人是你 對 記在心上是我 但是他忘得很快 所以鄭大哥 這個東西會搞得 全家都情緒障礙 因為得失智症的人 如果在還沒完全失智 或是剛剛講的侵入失智 他也很挫折 你怎麼都說我有講 我有錯 我沒有 他就慢慢覺得說 我眼鏡明明放在這邊 怎麼會放到冰箱裡面 會這樣子 會怕你知道嗎 會有點不安全感 他也會挫折 那你照顧的人 被他東閒西閒 然後萬一還有一個 天邊孝子 症候群的 我家照女兒照顧群的 顧都不顧 回來就說你怎麼都不顧 你怎麼會顧這樣 你怎麼會顧到這樣 你看很挫折 結果全家憂鬱症 來找我的很多 那你這樣子承受這樣的壓力 你會不會身心備受煎熬 會啊 所以我就先 就是很多時候 因為知道他生病了 我先離開現場 那因為我有宗教信仰 所以我會就是信仰的力量 就讓我就是大事化小 對 然後你靠的是上帝 是不是 我是靠關西音譜上 對 因為我們家的家神 其實一路上都有受到他的養護 就對了 就是來保佑我們就對了 然後就是事情可以很快就過去了 OK 好 知道 你有關西音譜上嗎 那你工作辭掉 那你總要生活 對 那你的收入來源怎麼辦 前面的收入來源 就是靠凶結他們的資源 對 但是後來就是有請外勞之後 沒有 我媽媽沒有請外勞 就後來我有去考上那個照顧 服務員的那個證照 然後我之前 我有幫我媽媽安排 那個日照 對 去日間照顧 然後就剛好後補上了 然後剛好那時候 我已經 我是先在滲肉社日間照顧工作 然後再幫媽媽安排進來 然後最後後補 有通知有補上 然後現在就是上班的時候 帶著媽媽 下班就帶著媽媽 就是我全天後都可以看著他就對了 我會很安心 OK 我們今天也邀請到文廷 文廷他是在萬華的聖若社日照中心 對 日間照顧 對 OK 那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你們的日照中心的內容是怎麼樣嗎 因為我們聖若社是師志證專區 所以我們現在服務的都是師志證長輩 對 那我們目前是服務就是六十五歲以上的 老人這樣子 對 那是社區型的服務就是白天 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好不好 因為六十五歲 我覺得現在都還蠻年輕的 壯世代 現在講得比較 壯世代 對 所以大部分他們就是白天來這邊上課 然後我們會規劃一些活動 然後其實大部分有時候會有一些企業 會贊助一些特殊的活動 對 然後就可以讓他們在這邊的生活 比較豐富一點 對 你們安排什麼活動 我們會有一些認知 或者是體能 或者是一些烹飪 藝術 什麼叫認知 認知 可能會有一些動腦的 然後桌遊或是算術 然後有時候他們還會打打麻將 下下棋這些都有 對 然後還會有一些藝術創作 都已經失智了 怎麼還有辦法下棋 有喔 有辦法下棋 我們這邊有一個長輩 現在一百零一歲了 他還是可以打麻將 然後呢 還是可以下棋 他永遠只知道 碰 呼 對 所以他的步數都一樣 你要知道 我們人的器官就是用盡廢退 有用有進步 沒用退步 看他是不是年輕型的 一定要讓他出來嗎 去賣東西 這個要有文 文公武賀的 文的 靜態的 動態的都要有 就是要有用 有用就有進步 沒用就會退步 像日本最新的報導 他有拉斯維加斯的集團 他搞那個製造 東西 男生很喜歡去啊 去就是打麻將 賭博 但是沒有真的賭博性 他發代幣的 他發拉斯維加斯代幣 這麼的很 二十幾千 然後你去受採訪 每一個人都去採訪 只要一分之九十三的滿意度 好 那我把它問清楚 就是說這個六十五歲以上 失智症的個案你們才收 那早上幾點可以送到 我們八點就開始服務 八點開始服務 最晚到六點 最晚到六點 就那就好像那個小朋友 拖嬰 拖嬰 很趕快的 對 我早上是拖勞 拖勞 所以早上八點到下午六點的 議事是一天這樣幾小時 十小時對不對 十小時 那裡面有安排 你剛剛講可以打麻將 下棋 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認知的課 體能的課 藝術 我們口語化一點 體能課是什麼 體能 通常也做一些體操 然後或是音樂律動的東西 對 都有 還有什麼 還有做一些烹飪的東西 像今天可能端午節 或是一些節慶活動的時候 也會讓他們做一些參與的活動 那費用怎麼省 費用 現在有那個一九六六 跟長照二點零的補助 所以費用是非常便宜的 也會看他們的長照等級 來做一些補助 一九六六是政府有補助 對 政府有補助 還有什麼 長照二點零的補助 十字陣也會必須辦身心殘障手冊 有次度的話有補助 然後嚴重的有精神病 還可以辦重大傷病卡 精神科就診可以免費 那如果我們家有這樣的長輩送去 我一個月要花多少錢 一個月的話 要看他長照的等級 但是其實像我自己本身的父親 也有用長照 對 然後他也是去日間照顧 那他一個月只去四天 因為他一個禮拜只去一天 但是我每個月大概只付 大概付不到兩千塊 因為你可能你爸爸 你其他有時間可以照顧他 所以他只要一個禮拜去 那一天你們沒有辦法照顧他 所以他就去 他喜歡去嗎 他有特定喜歡的東西 因為我的爸爸很喜歡唱歌 所以他就是特別選那一天 那一天有卡拉OK的 裡面有卡拉OK 所以日照中心也會安排卡拉OK 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較活潑一點 長輩喜歡的東西 那有評審嗎 沒有評審 掌聲 掌聲鼓勵鼓勵 小韓的媽媽現在也在我們的日照 中心使用服務 小韓在那邊做什麼 小韓就是在我們那邊做照顧服務員 但是我們通常就是同學也會 長輩也會介紹他說是老師 所以他其實是我們日照的老師 帶領活動的然後陪伴 然後帶操啊或者是一些烹飪 他們都是需要幫忙跟協助的 照顧服務員 那小韓在那邊一個月多少錢 一個月多少錢 對 不是 我們社會上需要這樣的人 現在很缺啊 對 那他的待遇上有誘因嗎 有誘因嗎 應該是說以小韓來說 這樣的工作服務 又可以陪伴到媽媽 其實是他現在現階段最需要的 你都帶媽媽去 對 白天八點去那裡 對 下午六點你把他帶回來 你等同在那邊上班 對 也照顧媽媽 回來就晚上就可以 也照顧媽媽跟小孩 是 這樣有收入嗎 收入 收入就是我的月收入 再加哥哥姐姐他們的資源家用 對 所以那哥哥姐姐他們都會有孝親費 我都是 我們都會固定存在一個醫療基金 對 幫媽媽做存款 了解 其實我這樣問 並不是要探隱私 我只是要鼓勵大家說 我們這個什麼 照顧服務員 受訓之後 其實可以變成社會上 喊被需要的一個角色 應該這樣講 我要補充一句話 有錢人出錢 有力的出力 對不對 他跳下來做的 你不要你不要認為 那很吃苦 那吃力不討 你只看他一直在退步 所以你現在要給他支持 鼓勵 然後呢 有錢人出錢 他不跟他有醫療基金嗎 有材料你才會顧 對啦 你有材料你才會顧 真正的啦 出你去嘴 發病的最厲害 對不對 對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文婷你們收六十五歲以上的個案 現在有 因為我私底下問他說 收了二十七個 為什麼只收二十七個 因為法規有規定 還有有規定人數比 然後還有我們設立的時候 我們就是申請三十床而已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擴充 還有地方坪數 就是法規有規定一個人 空間一定要六坪大 這我補充一下 這臺灣做這一方面 在亞洲是好的 他叫做社區化 對 我總共有一個大宅院 一兩百個萬一COVID-19來 你要不要你成產 對不對 所以他就社區就是一個床數 比如說最多三十 三十床 那你們就把人數比 空間比給我做好 那在各縣市 比如說六都好了 這樣就在每一區嘛 比如說台北有很多區 大安區 新運區 什麼區 這樣子做 這樣在就地化 我總不會說我今天住景美 我送個案要到天母 那你就昏倒了嗎 所以這個東西是對的 還有第二個 我們一直強調這個節目 是不是一直講到一九六六 我跟你說一九六六 是一個很聰明的措施 他可能點自助餐樣 他會先請一個專業人來評估 你現在是什麼 是生理的 心理的還是環境的 你是復健師 心理師 還是營養師 還是醫師 把你點餐好了以後 我去勾勾勾勾 像我要去居家做防瓶表 這都很整套的 這是很棒的措施 小韓在照顧爸爸跟媽媽 這樣過程幾年了 幾年 差不多八年 八年 那你有哭過嗎 哭過 就是被媽媽罵到哭 被媽媽罵到哭 媽媽罵你怎樣 就有時候他會覺得我偷他的錢 然後就說我如果錢不馬上拿出來 出去背車撞死 就是又講這種話 說你啊 對 就會很激烈 可是你就知道他失智你還哭 當下的情緒一定會出不去 對啊 是當下的情緒 辛苦了 不會 可是媽媽現在好很多 他可以 他現在是覺得說 他是陪我去上班的 對 然後去那邊有幫忙做 做一些工作這樣子 延緩他的失能 媽媽去那邊做什麼 去那邊除了上課之外 他會來主動幫我們就是洗個筷子 擦個桌子 對 他會做這些清潔工作 這個失智可以變好嗎 失智目前來講沒辦法痊癒 我們現在雖然用窮盡一切之力開發 最新的要很貴 台灣還沒進口用打的 但是他都只是我騎動後就下坡 我現在只能放一個煞車器 放在那邊 我不要讓他下來 或是拉著 拉著不要下來 但是沒有痊癒的 但是比較幸運的就是說 我能不能就不要了 我就在這邊挺住了 我們現在最經典的就是告訴大家 有一個叫輕度認知障礙 英文叫做MCI 你看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用一個數值叫CDR 就是十字凳評量表是0.5 一就是輕度囉 二是中度 三是中度 你在0.5的時候 趕快窮一切的資歷給他煞車 我舉個例子 台師大有一個教授叫洪聰明 他有辦法 他有訓練說我來打桌球 桌球第一個 有氧 第二個無氧 第三個認知協調都來了 他有辦法把一個人 從那個MCI 0.5 拉到沒有 我跟你說要活就要動 運動很重要 要睡要動就很健康了 所以你剛剛講是洪教授 對 洪聰明教授 他本身是已經是 他是小學是 跟黃仁慶像是桌球國手 他現在是台師大的運動心理學的教授 他已經失智0.5了 不是 他把一個七十八歲 他就給影片給我們看 七八十歲的失智症的一個老人 0.5 因為健保署 我準備說我要開那個失智症 預防給你 這樣一推不下去 就不符合條件 我就不會給你 他就想辦法 想辦法說 我能不能保住 保住不要退步 結果人家親友就找到說 這個人這個教授有名 然後去請他 然後他帶著學生去做那個劍 他舉個例子 他現在在運動 然後呢 這邊有綠燈 這邊有紅燈 綠燈的時候可以打 紅燈的時候不可以打 這叫做抑制訓練 你知道嗎 現在訓練他的認知反應能力 三天 馬上 所以這是可以訓練的 我還是想要用盡廢退 大家集思廣益會 集團體這樣會進步的 了解了解 那再請教一下文廷就是 你們這裡有一個六十三歲的 個案他來變得很好嗎 我們這邊六十三歲的個案 其實他剛開始 應該是說 因為他的問題行為 跟困擾行為比較多 他很黏他的兒子 就是奪命連環摳 兒子在上班 他就一直打掉 一直摳他 一直摳他 就是兒子只要一不在 他就會一直想要摳他兒子 那後來兒子把他送過來之後呢 就是他的兒子就可以專心去工作 因為媽媽在這邊有人照顧 所以他在職場上就可以安心地工作 那媽媽因為對我們開始 開始慢慢產生信任感之後 也會比較依賴我們 就不會一直黏著他的兒子這樣子 但是他的兒子 其實蠻辛苦的 就是他在職場上 還是會遇到一些 比較不友善的狀況 比如說我們說我們是六點 就是要關門下課 但是他兒子沒有辦法 有時候沒有辦法六點準時來接他 那為什麼會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他的主管就會 就有時候就是會酸言酸語說 你怎麼都比我還早下班 對 可是他有告訴他的主管說 其實媽媽是失智症 那日間照顧中心就是六點就要下班了 就一定要來接 那不然又要再加錢 延託又要一直再加錢 那兒子負擔也會很重 可是主管他們當時不太知道這個 可能不太瞭解這個疾病 所以對這個員工也沒有這麼友善 對 所以導致這個每次兒子就是騎摩托車 都是那個狂奔這樣子 非常的危險 對對對 所以也希望在職場上 能夠有更多的人認識這個疾病的話 能夠對這些家屬更加的友善 這樣子 那媽媽也黏得起來太離譜了 這個我們今天有這個一支紀錄片 要來播映 那最主要就是 護理師跟病患家屬裡面 他受到照顧的一個情況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你完全不可以小看這些老人家的 來看起來 你沒有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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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不可以 人家很無聊 你還在這邊 學長知識 我愛人鬥 老人家都要鬥 你很喜歡看見了笑容 我覺得鄭若瑟是一個很好的學校 一座話 同學都喜歡我 因為我是V賢 這個毛毛的毛好看的 好適合你喔 就上地址看你 我們想看到她的時候 她整個頭髮都夾完她的夾子啊 或是褲子啊 連她都夾起小子 怪怪的 她都是吃的 尊重長輩的選擇 而不是覺得她不符合 現在這個社會這個規範 就是錯誤 這個是你做的 這是我連自己做的 這裡是道台 人生做的是彩色 原來這個就是阿姨上學了 阿姨上學了對不對 對 好 那為什麼只有阿姨上學了 怎麼沒有阿公上學了 怎麼沒有 其實也有阿公啦 但是阿公出來的比例非常的少 為什麼 因為男生要願意出來社區 跟大家做互動 其實是不太容易的 鄭大哥 要問那男人的痛處 台灣男人 第一件事情 我剛剛是不是說過 男女生比男生年紀多六歲 對 那獅子症又跟年紀有關 所以我們現在全台灣的資料都顯示 獅子症女女大於男啊 沒有原因別的 因為她長壽啊 第二個 我跟你說 我去社區上個演講 十個人 八個是女的 最多兩個是男的 你知道嗎 男的都 就以為在家裡 手機上什麼 全世界都知道了 免庭又 反正就不願意救的 這都不對的 我們希望今天這個節目 大家一起來 要有病識感 然後自己 然後病友 一起來會進步的 十八個很避暑 這麼避暑 這麼避暑 女生反而願意出來 女生就是願意學 願意就醫 這時候就醫行為 女男比射二比一 然後願意去學習薪資的 都是女生比較強 可是我們男生在家裡面 有酒有菸就好啦 酒菸都是致癌物 都很可怕 都很可怕 不是得癌 不是得癌症 就是失智症 好恐怖的 要學會安排 對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其實因為有長遭二點 有一九六六 那政府有補助 所以剛剛這個文廷有講 他的爸爸一個禮拜 一個月四次 一個月 一個月只要付兩千塊 負擔算很輕 那剛剛我們看到那個影片裡面 有高中生跟小朋友 怎麼會有這些人 這就是社區的一些資源 友善的環境 其實像華江高中 因為就在萬華區 對 所以我們會去接洽他們 他們可以讓長輩去校園裡面 做一些互動的事情 讓長輩可以走出我們的日照中心 不要每天都被關在日照中心 因為那個地方 其實坪數也不大 萬華臺北市的房子都很少 所以其實能夠出去是好事 或者是影片中有看到披薩店 也是我們的友善社區裡面的好的店家 他們是對失智友善的好朋友 陳大哥你問到一個很重要的 柯秉的研究顯示 這節目正好可以給一些中小學 校長看 柯秉的研究是叫做共同生活圈 年長的人如果年幼的人去跟他陪他 年長的人可以講故事給他聽 年幼的人可以去陪他 兩邊都加分 年幼的人會覺得說 我有幫助一個黨輩 然後他講了好多故事給我聽 年長的人會覺得說 你有青春活力 我在跟你動起來 大家都加分 這一定要一起來的 是是我覺得真的很感謝看到很感動 那這所以剛剛那個就你們安排的活動 對 我們幫他們在日照中心安排的活動 像聖誕節每年聖誕節都是我們 就是很重要的大型活動 那那一次拍片的時候 剛好是疫情解封的時候 所以隔壁的那個萬大國小的小 又富小的小朋友就能夠進來社區裡面 跟長輩一起共融 然後一起唱跳 就是不是只有他們小朋友唱跳 我們也準備了一首歌曲 然後回饋給他們 他們來互相送卡片跟餅乾 對 那都是在我們紀錄片裡面 會呈現的 也是想告訴大家說 這個友善的環境需要很多人 一起來支持 那裡面為什麼會有洗頭 這個洗頭就有又陰 對 為什麼 洗頭店呢 就在我們日照中心的隔壁 然後那一家店開得比我們機構還久 比我們基金會還久 這樣子所以他其實是一路看著 從不認識失智症到認識失智症 對 然後是我們友善的好鄰居 那我們劇中的女主角就是秀真姐 就是你們在影片中看到夾很多髮夾的 還有很多法庫的秀真姐 他就是每個禮拜到日照中心上課的時候 他一定會挑一天去洗頭 對 但是他洗頭的時候 會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就會在紀錄片當中呈現這樣子 像想要去洗頭也開心 對不對 因為出來要美美的 上學要美美的 所以他都會打扮得很漂亮 而且他的色彩就是美感 還是一直保留著 雖然我看有一個年紀大了 但睫毛很長 對 畫得很漂亮 那個色彩跟他畫那個彩虹的圖很漂亮 他為什麼有他畫中 他本身就是 雖然他是額涅型的失智症 而且是中度的失智症 可是其實你在外觀上面 看不太出來 他還是很愛漂亮 他還是保有他本我 漂漂亮亮出來就是要漂亮 所以要去洗頭 要帶假睫毛 假睫毛一不見 他就會很焦慮 他整個情緒就會不一樣 對 他就會生氣 找不到假睫毛就會一直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這樣子 對 那男生如果是男生的活動 應該安排什麼 男生的活動大部分 有一些是像下棋或是算數 他們比較熟悉的東西 或者是有一些男生我們會 其實我們是比較看個別化的 個別化 對 他以前的職業是什麼 我們應該找到他原本有的能力 對 我們有個長輩以前是主持 如果我去的話你們就麻煩了 你們要開個電視台 弄個 主持 主持 主持很重要 活動就給你主持 主持他一半就忘記了 沒關係大家也忘記了 沒關係很歡樂 大家會忘記 這樣子 找到他們的能力很重要 聽說缺牙也會造成那個失智 牙要咀嚼的功能 牙最接近你的腦袋 所以現在好多研究顯示 你牙齒一定要顧好 像我現在每一天三餐 還有睡覺前都會刷牙 牙齒不掉會 牙齒掉會失智症 古話就有講 古早就有講了 缺牙 掉牙會容易失智症 會容易造成失智 包括牙周病都是現在 我們國人很常見的病 一定要趕快好好治療 了解 了解 太好了 好